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二 也是重陽節公眾假期 所以今天井仔一起來 看到整條農場都沒有什麼車 我也知道今天一定是公眾假期 我的家庭那一邊重陽節 無論是清明還是重陽 都很少說正日會去拜山 要魔就是上一個星期六 或者是下一個星期六 因為就算是紅色假期 都不代表每個人都能夠放假 到時親人們的假期 大家都要夾一下 所以我好像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試過在正日拜山 各位觀眾也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多不多人會選擇在正日拜山 因為父母一直灌輸給我的概念 就是正日一定很多人 不要選擇正日去 還有一人多的話 到荃灣馮萍仙館那邊 等那那一間小巴鎮上去 每次都要等很久 等近五、六部小巴 六、七部小巴 十部小巴都還未到自己 好, 跟大家先看一看氣溫 今天氣溫是29度 外面是陽光普照 天文台預測今天天氣晴朗 日間酷熱和乾燥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 新界再高2-3度 吹微風 估不到已經去到10月 還可以熱到流汗的日子 究竟何時才可以變得冷 如果這些已經是冬天的話 其實西方國家都不需要擔心能源危機 我想他們都要在意如何拿能源在冬天開冷氣 不過這只是假話笑 下一件事 先看看確診數字 確診數字都不錯 起碼未突破4000宗 昨天新增的是3529宗確診個案 包括343宗輸入 另外再多3名患者死亡 確診數字未見有大幅波動 部分社交距離措施 將會在星期四 即6日開始放寬 包括食股每一台可以由8人至12人 以每種人數上升至240人 酒吧每台人數可以由4人上升至6人 現在社會要求復償的聲音不斷 運輸及物流局通知全部航空公司 適用於本地基組人員的閉環管理 將會在今日取消 他們去到外地 即英國 美國 德國 法國 便可以外出活動 不需要困於酒店 回到香港後 疫苗通行症仍然維持藍馬 變相由極少數基組人員率先事行0加0 取代方法是連續5天需要進行核酸檢測 如果你是居住附近的話 就等於連續5天都要下街 其實關於這方面 昨天田北辰說過 所有核酸檢測可不可以改做快測 然後自行通報呢 我都覺得最理想的就是自行檢測 因為5天你要下去做核酸檢測的話 對於一些死冷鬼 即包括我在內 其實都會覺得有少少不便 但是基組人員 本港的基組人員 其實就是代表你上班 你就覺得這是你收完工資後的代價 所以這一個影響 就不會影響什麼經濟等等 你不想做就不要做 反正我相信現在請人的話 大把人繼續想去做空姐 繼續想去做空少和物流 畢竟現在一工難求 以及現在開始復償的話 這些工 通常做機場的工 人工都不會低得去哪裏 下一則新聞 一個20歲的確診男子 確診就拿紅馬 但是他就違反了紅馬的規則 離開家 擅自闖進去食肥 被人罰了2000元 昨天就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被人罰了2000元 幸好不用坐牢 只是罰2000元 我相信大家法治心底裡 都很期待紅馬之後的第一滴血 什麼叫做第一滴血呢 不是那麼簡單 罰2000元 即使罰到10000元 罰10000元 其實和你沒有做強制檢測一樣 大家想看看 究竟什麼時候會有人 因為拿著紅馬 亂禁走而需要坐牢 哪怕7天也好 14天也好 其實這個才是市民想看到的 因為你罰2000元 其實是有點不痛不癢 但是監禁的話 整個概念就不同了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一個70歲的中醫 否認在地鐵上 四度摸一個女生大腿 女學生就指 忍無可忍大叫 喂 你摸夠了嗎 一個70歲的老中醫 在港鐵荔枝角站 置到深水堡的車程期間 尾除 並且多回去虎摸一名 15歲的女學生大腿 這個女學生多次離開 都未能擺脫對方 終於忍無可忍 然後就報警處理 這個中醫 在昨天在西九龍法院 否認一項非禮罪 女學生就說 中醫被當場揭發後 就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不要報警 我下次不會了 中醫就被裁定 表證成立後自辯 強調 我沒有做的 只不過是說 自己當時因為擔心疫情 所以就沒有扶著欄杠 再加上練平衡 因此就撞到別人 案件將會押後到10月11日便會裁決 其實這個阿伯 中間也有很多事搞辯 但有些情節過於無聊 到時看官員怎麼判 就知道究竟 官員覺得他有沒有去咸豬手人 其實都裁定了表證成立 現在自辯都是在看他會不會去求情 承認一下自己的錯 總之男人咸濕這些就當然了 不過會失去犯這些事的人 其實就不多 七十歲原本都應該退休 七十歲即是 還給你 你都未必用得著 不知道怎麼說 下一單新聞 國內新聞 根據內地媒體半島都市報等等的報道 在昨天重慶的一條橋出現了塔橋 結果多人跌落化憤池 事後那段路段進行緊急交通管制 消防民景去到月現場處置 所有跌落化憤池的市民已經被救起了 影片當中可以見到 有多名市民跌落化憤池當中 有在地面的市民伸出援手 將在化憤池的人拉上地面 其中跌落化憤池的人包括小童 有不少市民上到地面後 全身都在睡睡 十分之狼狽 這件事證實了中國人很多熱心群眾 即是哪怕你跌落到水裡 還要是在睡睡那裡 大家都會不計安裝 不計那種臭味 是願意拉上去的 這些可能好事 看看你怎樣去關注 有些人就會關注 哎呀 路陷 塔橋 哎呀 中國那些會爆炸 會塌 我們作為一個正常的中國人 就會知道 其實中國一個地方這麼大 如果是全部地方那天沒有露陷 我覺得這才是一宗新聞 甚至美國英國那些 他們自己才多地陷 不過他們的媒體不報出來 即是就算是香港這樣 其實香港也有地陷 前排神早新聞才跟大家分享過 有架那些貨車才套在洞裡 需要找些拖車去拉回車出來 下一單新聞 屯門的龍舟撞船惹關注 在前天屯門龍舟勁道賀國慶的比賽期間 發生了撞船意外 其中一手參選龍舟偏離原本的航道 撞向隔離航道的另一手龍舟 導致龍舟上的畫掌的人被撞到 差點墮船 由於有短片拍到驚險的經過 所以就在社交媒體上引起廣泛的關注 以及對於龍舟賽事的安全討論 那一條片全場1分鐘56秒 拍攝者坐在當日參賽4號龍舟的船尾 拍下參賽建議的競選過程 影片開頭 鳴笛聲比賽正式開始 只見到4號龍舟的選手一邊數著拍子 一邊用力滑船 半分鐘後 3號龍舟越靠越近 拍攝者亦不禁驚叫 嘩嘩嘩 話音未落 3號龍舟的船頭 以橫掃千鈞之勢 撞向4號的船尾 其中一名選手 被船頭擊中空口 應聲倒地 差點跌落水 被撞的那名男子 撥現大陸 站起來用粗口罵爆對面 有專家分析 應該是3號船的鼓手 在鼓上沒有落足指令 還有船頭的領導人 可能比較新手 不懂得矯正方向 結果 大家都看到船撞 但是 好像沒有人懂得去控制船 結果因為慣性的原因 因為你撒車也有制動時間 船的制動時間更加之長 結果當大家可能意識到出事的時候 亦都挽救不了 這件事也是間接告訴大家 香港這艘船 希望能夠滑去一個好的方向 不要旋毀人亡 因為像鐵達尼一樣 到最後是大家看著冰山 是大家知道撞眼 但已經去到無法制止的階段 然後撞下去了 通常出氣 稍微聰明一點的人 就是未見到冰山之前 或者老遠見到冰山之前 就已經有警覺了 但是 有些人始終都發現不到這座冰山 或者覺得這座冰山不成威脅 繼續我行我素 結果讓出大禍 下一則新聞 屯門家雀酒樓 再遭到刑事毀壞 這間酒樓的股東 很厲害 有人際總理 也有監警會的觀察員 爆成業 位於屯門南地翠湖 家雀員林酒家 再次捲入刑毀案 早在去年十二月 即是十個月之前 家雀剛才轉手 懷疑因為拒絕支付陀地 遭到江湖晚人忽得超 派人搞破壞 警方事後也成功抓人 去到昨天清晨時分 家雀再次遭到刑毀 匪徒擊碎店內玻璃和林洪友 當時仍然身處於店內的職員 就嚇到躲在廚房裡 據知這間酒樓是由一間公司持有 其中一名股東是人際醫院總理 另外是監警會觀察員爆成業 消息指 由於案件牽涉到監警會人士 所以警方甚為重視正在全力追查兇徒 記者晚上去了解 承認那個人是其中一個股東 但他很少參與酒樓業務 這些江湖的欣欣怨怨就不知怎樣 但我真心覺得 你去搞一間有監警會成員的酒樓 是不是拿苦離身呢 我覺得完全完全是愚蠢的 那些陀地是否還以為 80年代90年代那些呢 即是不要玩啦 現在有國安法啦 你打算跟警察鬥嗎 浪費氣啦 你有沒有200萬人啊 你有200萬人都不跟警察鬥啦 陀地 下一則新聞 在遊堂發生了運動期間絕死的慘劇 在今日凌晨的時候 一名姓湯的51歲中年男子 據報在茶果嶺道三家村足球場跑步期間 突然之間昏迷 保安員見狀慌忙報警 救護員接報抵達現場 立即將事主送往聯合醫院 可惜終告不治 據了解 這個男士是有患病紀錄的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稍後就會驗屍確定死因 下一則新聞 關於那個19歲的女生 在台灣的龍山寺服侍 父親現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的時候 疑點重重 批評台灣的警察 打算棄了他就了事 現在這對父母 在香港收到惡號之後 港府台灣 在酒店房間內進行隔離入境 在台灣當局協助之下 才可以外出去處理愛女的後事 對於一向文靜和乖巧的女兒突然之間離世 夫婦二人仍然感到相當惡然和難過 但最後為了釐清女兒離世一事的全盤面貌 而我解開多個疑點 接受傳媒訪問 批評台灣警方做事媽夫 連最基本的驗屍工作也都拒絕進行 只叫夫婦相信他們的辦事經驗 然後要求兩人草草簽紙結案 鍾先生坦然 絕不罷休 會嘗試尋求律師意見 台灣那邊回覆傳媒查詢 其實我們進行了兩次驗屍 可能在家屬溝通上出現了誤解 警方便並無拒絕驗屍 其實這些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去台灣 要跟台灣警方打交道的話 即是不要說台灣警方 得罪講句 就算你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你貿貿然什麼都不是 要你跟警方打交道你都不懂 但是 雖然有時候有些相對小事的案件 警方可能會帶你 會跟你說 喂這些 你成不了案的 這樣 最多幫你 不知道怎樣怎樣 即是給你一個參考號碼 就算 這樣棄走你了 但是 香港警方 以我所知的話 其實對於命案 是絕對不可能 好像台灣警方 那樣 喂你相信我啦 簽一隻紙就可以了 因為對於命案來說 香港警方 其實是重視過父母 因為 命案這件事 絕對不能放棄的 畢竟是人命來的 還有 擺起所有工作來說 人命是一定擺起最首要的 台灣那麼多黑幫 不知道 會不會 好像是電影橋段 會不會是他殺 甚至乎是奸殺之後 然後 就把他牽掛於靈異事件當中 幫他寫什麼靈異事件 然後把他扔進去公廁就算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台灣警方 才這麼客氣去調查 因為這件事 究竟是牽涉到他殺 還是自己造成的 這個真是很大分別 對嗎 例如說 他一路走進龍山寺附近的閉路電視 又有沒有得給我父母交代呢 究竟他是和朋友一起去 還是自己去 然後去的時候 就是神情很惡然 連直線都走不到 走去龍山寺 其實真的要去想 要去調查 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希望最後父母可以為自己的女兒 找回一個交代 下一單新聞 手中引用這個反恐條例 和串謀謀殺警察 交付給高等法院去審理 即那個屠龍小隊 在昨天在東區法院作提訊日 並且完成交付程序 裁判官會把案件交付給高等法院去審理 這些我就不詳細讀了 等到高等法院正式開 正式審有什麼新的橋段的時候 再分享給大家 下一單新聞 在2020年 即是差不多 已經是兩年之前 有市民反對制定港版國安法 舉行遊行 其間 律師陳子千 在銅鑼灣譴責黑暴破壞商店行為 結果被示威者施了 被打至頭破血流 衣服也被扯爛 他更加一度被推跌 遭到15個人包圍 用牆散等等硬物毆打 直至到示威者散去 襲擊才停止 4名男子事後被捕 遭控以暴動罪名 及有意圖傷人等罪 3名被告在昨天在區域法院承認非法集結等罪 保釋後查 可惜的是 襲擊人的最少有15個 但捉的只捉到4個 這些就有些可惜 這些相信都是要判監 你打到人家豬頭餅 人家又沒有對你做過任何襲擊行為 人家譴責你不要破壞商店 稍為有良心的人都會這樣做 下一則新聞 在九龍塘發生了聚走的交通意外 在今天凌晨1時 一架掛著自訂車牌的 保馬I4M50的私家車 由聯合道左轉入窩打路道 後期間突然間失控地撞到安全島 掃毀了數米的鐵欄 以及撞斷了一枝交通燈後 停在路中 意外之後 碎片和垃圾桶和零件等散落一地 飛脫的鐵欄更加卡住在保馬的左前輪 聖樓的50歲司機幸運沒有受傷 但他滿身走起 即場接受吹波仔後 綠島的濃度達到70度 於是就涉完走後駕駛被人抓了 他已經獲獎保釋後查 需要在10月下旬向警方報道 據了解 失事的保馬落地只僅僅一個多月 貼有香港浸會大學的泊車證 可能這個是大學的教授或副教授助理都不頂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下午2時 警方接報一個56歲的女子 在上環御林台單位 發現一枚相信是她已故父親為物的煙霧彈 於是女事主報警 經過調查後 爆炸品處理貨人員 已將這些煙霧彈取走 作進一步化驗 事件中無人受傷 亦無人被捕亦無人疏散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晚上11時 一架私家車沿著東區走廊東行 駛至杏花村時 懷疑因為切線 所以撞向前面的一架的士 意外之後 私家車姓李的56歲男司機 以及的士姓王的29歲男司機 大家都沒有受傷 但警察說到現場後 發現56歲姓李的男司機 滿身酒氣 她報稱不惜 一直拒絕吹波仔 最終由救護車送往東區醫院治理 並涉嫌未能提供酒精呼氣測試 但被對方拍下筆雅影片 向她勒索3,800元 對方未有就犯 在今天凌晨 在元朗錦上路報警求助 警方把案件列作為勒索案處理 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另外在今天凌晨1時 也有一個20歲姓洪的青年 在葵方的興方路報案說 跌入了裸療陷阱 被對方勒索1萬元 葵清警區刑事調查隊 已經接手跟進 兩宗案件的事主也沒有金錢損失 這些就是衰色色 某些從上腦就弄得不受理智控制 下一則新聞 一個中年男子任職網上評論員 被騙6萬7千元 網上評論員即是網上打手 幫忙帶下風向等等 有時候我的影片下面 都會見到有些類似網上評論員 不過我又熟 所以一眼看到 blog了他們便沒有問題 這些也是衰貪心 居然覺得 上網按幾隻按鈕便可以賺到錢 其實這件事很愚蠢 即是上網按幾隻按鈕便可以賺到錢的人 但有人在 或者大家都可以覺得 你也是上網按幾隻字 然後說幾句便賺錢 但就算你說賺到也好 但錢其實也不多 除非你本身有很多專門特殊的技能 所以你才可以按幾隻字去賺錢 如果大家想想 你懂得按幾隻按鈕 別人又懂得按幾隻按鈕 那憑什麼你可以做到這份工作呢 還有為什麼按幾隻按鈕 這麼簡單的東西 現在電腦這麼發達 其實有些大把電腦應用程式可以取代按幾隻按鈕 那為什麼要由你去做 而不是由電腦去做 即是電腦做這些按幾隻按鈕 是快過我們人去做一萬倍都沒有誇張 所以有時候要去想清楚 究竟自己的價值屬於哪裡 千萬不要高估自己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是這個世界的唯一 很多時候就已經可以被人騙少很多東西了 因為很多人是不清楚 不了解自己 可能是因為能力弱到 是沒有辦法評估自己 所以就覺得 我這麼聰明啊 怎麼會被人騙呢 哎呀我啊 現在是好運啊 吃到運就有錢賺 可惜了 到最後原來被人騙都不知道 下一則新聞 各位如果住在銅鑼灣的觀眾 小心點 因為我知道有一個觀眾住在銅鑼灣 分享下這則新聞 在昨天晚上7點的時候 一架由銅鑼灣開出的930X的過海路線城巴 駛至荃灣美環街的御景新城總站的時候 所以會搭這條線的觀眾都要小心點 有乘客就在下層的座椅那裡 就發現了一枝針 又是放針啦 於是就通知車長報警 事件當中就無人受傷 事發之後 傳車的乘客就已經落車離去 警員就到場去調查 下一則新聞 拆單完騙案 一個女子就賺了700元的佣金 最後就被騙走了45萬 說多一點點吧 這些拆單完騙案被騙走的錢 永遠不可能拿得回 即是就算你在這裏死女爛女 甚至乎你在警署那裏跳舞 不穿衣服 在這裏滾地也好 警方也是沒辦法的 即是就算你是某某貴人的兒子也好 警方也是 即是不是說不幫你 一來很難幫你之餘 就算動用了整個警察的力量也好 那些錢也是拿不回的了 因為這些一定是會把那些錢移走 去到其他國家的銀行戶口 再加上大家都明白 現在什麼局勢 很多國家都不願意和中國合作 還有就算是以前太平盛勢也好 通常這些事情都是處理不了的 還有就算處理得到的 金額也可能是幾個億的 便會去處理 45萬對於我們一個人來說 可能是存了十年的積蓄 但是對於一些大型的金融騙案 可能就不值一提的金額了 總之 但凡叫你入錢下去的那些 就小心點 就想清楚先 有時候有些觀眾找我聊天的時候 都說他們曾經被這些騙局騙過 不過騙的金額就不算多 就叫做騙了一兩萬 所以都沒有報警 我自己知道的時候都覺得很心痛 你預期這樣被人騙了一萬 我不會說被騙好 即是我不騙人的 倒不如說我教你防止騙局 然後你支持我 你進一塊水給我也好 下一單新聞 香港昨日又有砍人事件 而且是一個阿伯 一個七十一歲的阿伯被人砍 在昨天早上11點的時候 一個七十一歲姓余的老翁 在敏感路道沙嶺村對開 據報被一名中年男子 以一把長藥一尺牛肉刀襲擊 原因不明 疑空其後亦逃去 警員接報到場後 經過初步調查 將案件列作為雙人案 交由邊境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正在追緝一名年約四十歲 涉案本地男子 疑犯身高一米六五 中等身材 案發時身穿黑色長袖上衣 黑色長褲和戴著頂黑色帽 老翁手捕受傷 清醒被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七十一歲就很難有什麼生意糾紛 情愛糾紛 或者損害他人利益的糾紛 所以我不明白 通常斬人案 大家都是血氣方剛的年齡 你搶我女朋友 你搗我當口 或者大家有什麼牙齒印 最多不是六十歲之前 但七十一歲都退休 都應該享受人生 為何又會被人斬呢 完全想不明白 下一單新聞 海關打擊網上售賣的 無牌香水護膚品 檢獲36萬貨 並且拘捕一名女子 合共檢獲1300件華爾無牌貨 海關早前接駁報案 有人利用網上平台出售無牌香水 其後人員進行喬裝 進行網上試購 經過深入調查 和在商標持有人協助的情況下 在9月29日採取行動 和一名賣家在鑽石山進行交易時 在他身上檢獲了兩支華爾無牌香水 和一支華爾無牌唇膏 將這一個33歲的女子拘捕了 人員隨後去到沙田住所 和新蒲江的一個工業大廈 再檢獲多一批 合共1300件無牌香水和化妝品護膚品 案件仍然在調查中 在追查貨品的來源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 上網買護膚品的習慣 其實我自己就絕對不建議 幫助IG或Facebook購物 因為十有九都未必是真的 即使你真的想支持一個人 但化妝品這些就有點尷尬 因為你不知道別人什麼成份 最多塗上去就是沒有後果 可能會有敏感 甚至乎會有些自顏物質都未頂 下一則新聞 在青衣聰美村的村屋裡 一座陳氏加持 在昨天當村內的兄弟前往拜祭的時候 發現 祠堂的牌匾、門神和鐵閘被淋黑油 與此同時 村內另外一村的大門和外場也被淋紅油 匪徒在村屋留下追債的單張 屋主陳先生從中推敲事件 相信應該是跟他弟弟有關的 他弟弟早年欠債被收樓 拍賣後離開了這個聰美村 兄弟之間二人已經五年沒有聯絡 對於被當作是有關人士被追債 陳先生無奈道說 殺錯良民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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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臨人祠堂 對於一些圍村兄弟來說 祠堂有時候可能比他們住的房子更加重要 不過當然現在有些人都變了質 有些有錢人都公開說過 只要有錢我買了祠堂給你 但祠堂不是屬於自己 是屬於上一代 自己未來的下一代 這些被人臨祠堂的話 都相當不尊重下 好了 今天最後一宗新聞 有些屋苑天台欠缺維修日久失修 在西灣河昨天 有居民在社交媒體平台反映 有些人說當他們路經某一個屋苑的時候 發現有個天台爆水管 期間大量水花湧出 形成了水柱從天而降的景象 並且將它拍片分享 攝氏的街坊就將影片放上Facebook之後 看到真的由最高處把水淋下來 整條瀑布 有些人就說有太陽的話 就有機會見到彩虹 有些人就說是人工瀑布 不過也有些居民擔心 如果噴出來的水柱是鹹水的話 就會影響流雨和住戶 因為長期淋鹹水的話 這些東西很快就玩完 而且也覺得幸運 幸運這個方向無人浪三 如果不是無論淡水好 還是鹹水好 都是相當之麻煩 好了 今天的神早新聞就來到這裡 和大家先說一說 今天可能因為井仔自身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很大機會 接下來的井仔怎麼看的節目 我都會在家裡進行錄影 希望各位觀眾見諒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待會再見 好就是這樣 拜拜